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 欢迎来个本期大观战来观战吧 五虎老团长,油车,杂技,空军,小鸟 这个阵容,可以哦,这阵容修得快呀 这个阵容修得快 光这个阵容牵制不是呢,有点牵制不动 我觉得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这道阵容就是被抓了反正就尽力牵制 然后剩下的全部努力修机 有得打有得打,真有得打 这道阵容修得快 这道阵容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救人位啊 他没有一个修机debuff的 相对来讲,这个牵制 但凡起一点比较好的牵制节奏 我觉得都是穷者保平之圣 一刀,又涌动,破板 再一个,跳批,没关系 小女孩,能走,不可能 这边,压住,压住,找角度 没有能拉这一刀 因为这个窗口确实跳 好像一个通,漂亮 这个窗口你要跳出去打到这个人蛮难的 他的这个点 跳出去,球人只要稍微往旁边一拐 基本上就打不到了 过来找空军 这个空军这把枪不太好开 剪斗给他445 这个枪 你只能回头骗他 先骗他出刀 然后 这个点为压住他那就必吃一刀了 应该是蓄力刀一刀能打中的 他只能先回头假装骗你 然后这边出刀 进入勇斗状态去挡你这一枪 然后等他这一刀结束的时候 好像也不太能够去交这一枪 他只能是拉开 只能是拉开 小女孩这边的话起来找队友附身 找队友进行治疗 我是打的是一个偏控场的打法 这刀这种打控场 我不太看好 为什么不太看好 这刀这种打控场意味着没有一个突破点 但是打着打着这会儿就是 ABCD四个人 A倒了一次 B倒了一次 C倒了一次 漂亮 趁你也没有游动 再交一枪拉开局 然后秒机亮了 在CAM战你击倒谁都不能直接淘汰掉 然后CAM战 对吧 四人CAM战可能就生一个多跑 但是他因为第一个击倒的点 是小女孩 小女孩一波飞到确实不太好 去再找 当时 所以当时其实我觉得他就是 直接抓空击会更好吧 就击倒一个 就击倒另外一个 然后再一个中击漂亮 然后在这两个人之间 来回的去进行一个击倒 起来再击倒的那种针对性打法 这样会更好打一点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因为团长的话 他从来不听我的建议的 就他的速散也好 他的博士也好 打的都是比较的 用一个词叫漫天花雨 比较的散 打的会非常的好看 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会观战他 因为他的对局 我骂鬼骂 说归说 但是真的好看 就是他的那个打法呢 跟我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是我觉得非常冒险的打法 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讲呢 这个打法真的好看 观赏性极高 就如果有观众 看比如说篮球比赛 老观众 比如马次队的比赛 对不对 这个好像暴露年龄 马次队的比赛 对不对 每次马次队他能赢 但是马次队 一旦他们总观 就是那个决赛的时候 他们的门票派的都不咋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打法不好看 虽然说很务实 胜率也很高 但是他的一个观赏度就不高 那换言之 比如勇士队 这个好像都是很多年以前了 我那个年代 看比赛的时候 会出现的 就是那种漂亮的打法 相对来说 会更加的 让观众 更加的享受这场比赛 空军这边倒地 小女孩这边买雪 我们看一下机子 大家就知道 我刚刚在说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剩余的机子 对吧 现在是空军一倒 小女孩这边 如果击倒的小女孩二倒 外面的机子已经剩了不多了 厂长这边想控三连 其实说实话 这三连不太控得住的 因为穷者外面还留着一台呢 他们人黄和中间 这两台机子都削的很多 再加上求者这边 其实可以选择拉开 四散拉开以后 求闻补状态 有小女孩在 小女孩在后附身 去给队友远程输血 也不叫远程输血吧 远程过去 飞过去 马路由给摸起来都可以 只要求者不给他机会 我觉得这局应该是一个 四人开门战争多跑的决 这边小女孩应该是飞空军吧 还是飞谁 飞了一波 这一波飞过来 有点尴尬呀 他这波飞了个杂技 想给杂技补血 但是没想到这边杂技在被追 那小女孩二倒 说着说着 还真打出了一个突破口 一个跳屁漂亮 杂技也二倒 瞬间两个突破口 但这个东西呢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分析的是没有错的呀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的都很 很那个什么 这75的机子 这边邮差 空军最后一台 这台机子拦不住了 拦不住了 拦不住 他也没有想要回升过去 那这边空军密码机 好密码机点亮 空军才倒过一次地的 不是 天赋上面是没有带挽留的 那非常的不幸啊 博士这把我觉得依然赢不了 但他可以保平 他可以尝试去保平啊 这边找到杂技的话 杂技倒地没 然后 再拉刀 击找其他人 可能还有机会能保一个平局 可能还有机会能保一个平局 但如果不是刚才那一波 我觉得想保平都不行 因为他没有挽留的 如果刚才不是那波 就小女孩过来 小女孩也倒了 杂技 单杂技一个人倒 慢慢拉扯 好像现在也是一个多跑剧 也是一个多跑剧 没机会 所以还要跳个地窖 狗咬住 压一个重击吗 压一个重击也没机会啊 封地窖 打一刀 也来不及 好 给大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